防灯 新木槓 人 ez 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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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云 你让我逃 究竟为什么呢 在你身上的红色的血影又是什么 难道别人都看不见 只有我能看到 一起离奇自焚案 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暗藏的危险 神秘的力量 李浩又该如何应对呢 李浩你看 银城这十年来的六起自焚案 每一个人的姓氏 都是在银城图曲里提到过的 李家的剑 张家的刀 赵家的拳 刘家的腿 郑家的少爷拖后腿 现在还差两个人 一个姓郑的 一个姓李的 李 你也姓李 我 难道小远最后让我逃 是因为他也猜到了 或者他从红眼那儿得知 下一个被杀的将是我 一手银城图曲六起系列案件 超能者的涉足 银城八大家的血脉传承 是谁在暗中操纵 谁又将与他并肩作战 自焚案远不止此 甚至还有超能者干涉其中 你只有加入我们执法队 自焚案才有希望更快破除 加入执法队 你们是 银城执法队中的精英 猎魔小队 我是刘龙 猎魔小队队长 负责正面攻坚 刘燕 猎魔小队副队长 副攻守 老大是主攻守 我呢 负责补刀 胡超 猎魔小队侦察员 负责情报搜索 以及侧面吸引火力 陈坚 猎魔小队队防员 负责防守 银瑶 猎魔小队的医生 负责治疗 猎魔小队 为何要叫这个名字 因为 我们就是正义 我们是银城守护者 为银城驱赶魔头 正义 执法队执法 束手就紧 抗法必杀 流龙 流龙 你在找死 今日无等只针对李浩 你插手杀人 阴城区区弹丸之地 真当无等 不敢屠城吗 哼 无相邪恶妥协 不能这么下去 待会儿 把我当盾 此刻必须反击了 李浩 你逃不了的 你要明白 继续下去 死的不止是你 黑暗 是永远战胜不了正义的 来啊 李浩 你 太好了 大哥我被干掉了 谢谢你们 你们就是英雄 无等 行正义之举 除魔未到 行正义之举 除魔未到 对 行正义之举 除魔未到 李浩 你知道什么是魔 什么是道吗 年轻人 你要走的路 还长着呢 传说 在那古老的星空深处 处理着一道 血与火静眼的 红色之门 传奇 与神话 黑暗 与光明 无尽传说 接在这古老的门户中流淌 俯瞰星门 热血照耀天地 黑暗 终将离去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热血玄幻有声剧 星门 作者 老鹰吃相机 演播 一种侃侃 由三十刻度制作 精彩 现在 开始